一件美好的事情会让我们心情愉悦 但这个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一百万个美好才可能真的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 一件糟糕的事情会败坏我们的心情 但这个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一百万件糟糕的事情才可能让这个世界真的变得糟糕 这个世界没有变 至少无法瞬间聚变 变化反复的只是我们对它的认知 如果我们经常高频率的情绪波动 认知变化 那可能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 内心还不够强大 伴随成熟和智慧而来的 通常是心态的平和 思维的冷静 没有人天生是大德大贤 大智大明 天赋各有不同 但来到这个世界 大家都是一张白纸 我们都是因为有了一个正向的自我修正 进阶机制 才变得更加成熟 更加通透 很多人总是不承认 或者没有意识到自我完善的意义 也许他们的长进 更多源于痛与伤之后的被动成长 成长 不仅仅是某些人的内心需求 也有它在世俗概念里的具体意义 成长 让我们更能趋利避害 同时也让我们更有力量 让我们遇到生命的不期 能够更加平静 更好的应对 遇到人生的无奈 更加超脱 能够放过自己 能把世界看得更明白 把自己看得更明白 别人希望我们成长 也并非因为霸道 没有人有资格要求别人 有能力强制别人什么事 只是静静看着这一切 我们情不自禁地感到遗憾和伤感 我爱你们 虽然时长力不能及